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到七点钟 有我蔡视频为各位主持服务 好我们昨天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今天五点钟 基隆市市长 年轻的基隆市市长的林又昌 林市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我们先请市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市长你好 谢谢我们视频兄 还有所有我们POP大国民的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如果你是个基隆市民的话 这个时候你当然也可以稍微 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来看看基隆市长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要跟我们聊什么 当然我必须先跟各位讲 我们很早就希望能够有机会 能够访问我们大台北地区 周边的几个县市首长 包括郑文燦郑市长 台北市市长等等 最主要目的是说 因为在大台北地区 其实是一个大生活圈 很多的朋友听我们广播的 你或者现在就是 比如说从桃园过来上班 或者桃园过来发展 我就是从桃园到台北来发展的 或者是基隆的朋友 或者你是台北市人 但是你往外面移动 这几年台北市的人口 也是往外移动的 有人迁到了新北 有人迁到了桃园市 有人迁到了基隆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一个 大生活圈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本来就想 想请临市长来 最近因为蔡英文总统 隐落了轻轻 要让基隆 跟大台北地区连结 有一个更明确的诉求 所以有一个轻轻的规划 拍板定案了 所以我们更觉得 有必要来访问基隆市市长 林又昌了 所以林市长 当蔡英文总统 大家都说送给基隆一个大礼 我的说法是 送给基隆一个迟到了很久的大礼 因为在国民长执政也好 绿营执政也好 其实在前面几任市长 早就已经在规划说 想尽办法 要让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连成一块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 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困难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 其实这个基隆捷运的一个争取 其实大概也是差不多20年 跟桃园机场捷运时间差不多 那桃园机场捷运盖了20年 现在终于盖好了 不过基隆的这个 所谓的捷运的系统 还不晓得在哪里 所以我想3月17号 蔡英文总统到基隆来宣布 轻轨捷运要来建设 我想这个是大概基隆有史以来 二三十年 第一次捷运这么的真实 然后这个离基隆人这么近 有了时辰表吗 2022 是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那过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还是政策上 没有拍板 那当然很多理由 第一个是说 基隆的运量不足 那第二个是没有路廊 没有路轨 那找不到地方设车站 等等 那所以很多技术性的一个问题 还有包括这个经费预算上的 所以我想这一次 能够总统拍板定案克服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可是你刚刚谈话里面 我相信各位熟悉这个话题 也会知道 它的某些争议点上 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刚刚也讲了 捷运 可是它现在拍板的是轻轨 从捷运到轻轨 有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弯 也有人认为说 包括你们的说词 就是捷运就是轻轨 轻轨就是捷运的其中一种 那这个要怎么样子来厘清它 其实捷运是一种系统 所以我想其实大家平常不太会去注意 不过大台北地区的民众 我讲一个简单的 大家都了解 像板南线 它就是重运量的系统 那什么叫重运量的系统 就是它在单位的时间里面 它的运输的 这个旅次是非常的高的 那因为板桥到南港 这个路线 它刚好是穿越台北市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区 所以它一天的这个旅次 可能就好几十万人次 所以这是一个重运量的一个系统 那重运量的系统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的木榨线 或者像文湖线 这个就是重运量的一个系统 而轻运量的系统就有点 就是像这个淡海 现在淡海正在盖的 淡海轻轨捷运 所以淡海轻轨捷运是谁在盖 就是新北市的捷运局在盖的 所以这个捷运的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概念 重运量 中运量 轻运量 它有不同的一个系统 那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轻轨的捷运 其实就是捷运系统那种 好你刚特别提到说淡水的轻轨案子 那事实上淡水轻轨案 有点像 有一点某种类型上 很像基隆现在规划的轻轨的方向 就是说淡水的轻轨接上捷运 淡水线的这个捷运 就整个贯穿了一条线 那你们的规划 现在的规划 轻轨从基隆进到台北的南港 南港这边 然后跟南港的捷运线就接起来了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费用上是不是会省很多 过去 我讲一个好玩的事情 那几个数字给大家听 这二十年来 基隆市政府曾经做过的 这个捷运的相关评估规划案 这个加起来大概有五十公分 五六十公分高这么厚的这个报告数 没错 我上网查了就也发现 几乎每一任市长都曾经规划过 那总曾经花掉的这些规划报告的金额 大概是六七千万 但是从来从来都没有成真过 那我刚刚讲的这一个路线的话 其实未来就会从我们基隆火车站出发 然后会经过相关的沿路的这些 现在大家看到的台铁的车站 但是不只是这些台铁的车站 比如说未来 因为因为捷运 这个轻轨捷运的系统的特性 跟这个火车是很不一样 站跟站可以很短 对 它的占据是可以很短的 几百公尺就可以一站 所以我们未来会在包括 这个我们的六堵的工业区 以及未来的这个北五堵 就是北五堵的国际研发新政这个地方 也会在加设一站 那另外就是会从南港 这个展览馆对面这边 会设置这个我们轻轨捷运的车站 那会跟板南线的重运量的系统 会跟文湖线的重运量的系统 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就一出来就可以直接换 对对对 然后会会跟板南线 我们现在之前其实铁工局 有提出两个方案 一个是地面的方案 一个是地下的方案 那现在我们还在评估当中 那不排除采取地下的一个方案 那接下来就会再直接衔接到 我们的南港的三铁工购的转运站 好 这个因为他这次这个案子呢 之所以能够能够比较容易定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是过去的捷运的概念 因为过去捷运概念 刚才林市长讲的是没错的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严格 这个过去的严格 几乎真的就是包括许市长张市长 他们都规划过 但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呢 这个事情被交通部打脸了 所以呢就等于没了 就是因为理由都是因为呢 不符成本 就是说看起来那个那个酝酿的 不符成本 造价太贵 用捷运的话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从捷运变轻轨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还是用捷运的概念来思考的话 用传统的捷运概念思考的话 这个案子他几乎大概 还是遥遥无击 因为他实在是 用捷运成本实在太高了 可是现在转成 不过不过 不过我必须 跟思平兄那个打个话 打三个话 应该不是说捷运变成轻轨了 好刚刚讲 其实 捷运就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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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就是 你不管往下挖还是往上 对都是最昂贵的部分是在这边 那这一次因为过去 过去不管是曾经做过的相关的规划的报告 要花300多亿的 600多亿的 800多亿 900多亿的 都有 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用 其实81亿 我跟大家报告 81亿还要扣掉19亿 是铁公局交通部 他们希望在我们的七堵的这个车站 做相关的商业的综合大楼的一个投资 所以真正是在相关现在的站体上 大概只有60出头亿 好我打个岔 可是你晓得 因为民众也不是 民众也真的也不是被吓大的 但是从某个角度说 民众也是看着我们这个 每一次的案子都说多少钱 到最后都追加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 讲是讲八几亿 到时候又搞到100多亿200亿的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必须要讲 这个轻轨捷运的一个系统 如果是我们的车站 采取地下 当然钱会多一点 如果是平面的话 当然就便宜一点 但是现在是一个匡列的一个 经费大概是80多亿 我想我们原则上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应该可以把 就是看他地下 路上的某些段落的变化而定了 刚刚讲的是在南港端 对这边是 的车站的建制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因为你走的 有很多共用的部分是跟台铁有关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会 某种上就不用钱了 对就省很多钱 可是有人会担心 会不会有排挤的效应 到时候对台铁的 搭台铁的人来讲 那从基隆到台北 或者是别的县 但是要经过这一段的造成一种排挤的效应 是是这样子 就像也有人讲了 这个如果用这个台铁 因为他现在有一轨是第三轨 我正好问 他说你加电链车 不就好了吗 加班车不就好了吗 好 这个如果有有办法这么简单的话 早八百年前就做了 没错 这问题等于早就有答案了 那其实可以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马英九总统 或者说之前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呢 那大家不要忘记 我担任金融市市长 大概只有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那蔡英文总统上任才不到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做的话 那两年多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做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要 因为现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这个火车 其实基本上都地下化 所以你从基隆端要进到这个台北的时候 你必须进入南港的一个车站 那在南港车站之前呢 有一个火车的一个闸道 要地下化的一个闸道 那个闸道只有两轨 也就是说你在前面有第三轨 你要并进 你到时候你到了南港端 要下去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并到第二轨进去 所以你有第三轨也没有用 所以你加开更多的一个天然车的班次 或者说火车的班次 到那边还是一个瓶颈 所以你想到关键了 就是将来的基隆到南港的轻轨 是用了第三轨 对不对 所以各位就懂了 所以那个第三轨 那个第三轨跟现在的两轨 要进去南港车站的两轨的铁道 它有一个特性 就我之前讲 就是说你知道那个火车 是这个慢停慢开 可是捷运的系统 轻轨的系统不是 它就是快停快开 那而且它的爬坡的学率 是千分之六十 那这个火车的爬坡的学率 是千分之二十五 所以因为第三轨 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南港车站里面 可是旁边也就是在我们的南港路下面 刚好就是板南县的这个捷运站 那我们未来的轻轨就是会从系纸端过来之后 钻过大坑西 然后从大坑西上来 然后进入到这个板南县的这个车站 然后衔接在一起 可是你如果用火车的话 你是爬了下去爬不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我想刚刚林市长这个解释的很清楚了 其实为什么说网络上也有人在问说 火车加开的确没错 如果能做的话 过去 能做早就做了 过去的政府不会说不做的 就是因为有它的这个困难 但是呢 刚才也跟各位解释了 将来为什么也不会跟铁路的这个冲撞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第三轨 我想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 就很多争议 就可以比较清楚 我们待会来继续来聊 这里面还包括了 如果搭的顺着这个轻轨 那也有很多基隆的朋友就要问 那在基隆呢 对基隆本身来讲 有什么帮助 比如说基隆人 那有没有更便利的方法 可以搭到这个轻轨连结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才看到媒体上也有报道 市长也在讲说 其实不只是为通勤族 解决他们通勤的问题 市长显然认为轻轨 还有更大的企图心 那我们待会来一起聊 好欢迎回到 我们网路上面 蛮多朋友在问问题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 基隆市市长林又昌 他今天来跟大家很坦诚的 聊聊他在基隆 执政这段时间 他对于基隆的一些规划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先从 这个轻轨捷运 这个话题开始谈起了 刚才网路上有人 这朋友在问了 为什么都没有到暖暖 好 这很本能了 就为什么他没有到暖暖 那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自己 也很关心 因为有很多基隆的朋友 他们会说 基隆市区内的交通 怎么样子更轻便 更轻快的 否则的话他说 你光有一个轻轨捷运 可是对他们基隆人来讲 他要他从基隆的别的地方 要跨到这边来 如果没有一个很方便的连接的话 那他还不如干脆就做他的什么公车 进台北来还不见得慢 所以这个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就是基隆 轻轨连接自己基隆本身内部的室内的交通 是 其实用这一个圈圈的这个系统 其实他也就是保持 未来进到市区延伸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轻轨的系统 你知道这个火车是不太可能这样子转弯的 但是轻轨圈圈的系统 它甚至是可以90度的转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未来保留了在市区内延伸的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是 我们未来延伸会先做 就是西岸 我们西四五六号码头 现在要盖一个多 这个会展跟旅运的智慧大楼 那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火车站直接延伸一站 那进入到这个会展中心 这个也就是我讲说要把南港展览馆 跟基隆的会展跟旅运智慧大楼 我把它串联起来 那暖暖呢 好 我想其实基隆 我们再让暖暖的朋友失望 因为基隆其实多三 我们95%都是山坡地 不像大台北地区是一个盆地 是平面的 所以我们的路径是非常的蜿蜒 而且比较狭小 那未来其实如果整个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培养起来的话 其实都不排除可以做一个延伸 不过现在我们就已经做相关的交通上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基隆市的成绩快捷公车 成绩快捷公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搭过2088 现在很多 OKOK 2088 对对 2088的成绩快捷公车 现在很多台北的市民 礼拜六礼拜天 OK 就是搭这个2088快捷公车 从市府转运站直接可以到我们基隆 非常方便 那基隆人平常要 这就会在停吗 没有 就是直打 那我们基隆的市民从基隆要上班的时候呢 就是从他家下到社区 他就一班车直接可以到市府转运站 非常方便 以前基隆人要转三班车 所以你们现在规划 所以现在第一条 一趟就到 就我之前讲的基隆市公车直达台北市 那等于就是说他搭车方便很多 那唯一的变数就是高速公路而已了 对不对 现在很方便 其实现在很方便 好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基隆这几年变化 一个最明显的 我刚才跟市长讲 我说我搭邮轮的时候就是到了基隆 然后在基隆的时候呢 都觉得哇 不错 有很多的改变了 可是呢 唯一的比较感觉遗憾一点 就是基隆港啊 那个船下来或上船 如果碰到那种天气不好的时候 你就更加会觉得 哇 这个整个都好老旧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基隆的确已经很成功的打造出 在邮轮进出 这个基隆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可是周边一定要配合他们 否则其实会让观光客或台湾的朋友 自己会觉得说船很漂亮 玩得也很开心 可是总觉得好像那个 从基隆港上下的地方 经过的地方感受起来 就有点老旧老旧了 是 这怎么办 是没有错 所以我上任之后这两年多 其实我们不只是这个市政在建博 我们是用跑的 所以包括刚刚视频中讲的 整个内港地区的一个改造 我说这个C456号码头 这个会展跟旅运支会大楼 这个今年港务公司就会 这个设定地上全 然后招商来做建设 那另外就是C2C3码头仓库 这个地方 未来也会是一个新的一个旅运 进出的一个窗口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港的一个浚升 从9米浚升成11米 那让更大的一个邮轮可以进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基隆的成绩转战 就是把我们施工车 国道客运跟省道客运 把它结合起来 现在基本设计已经做完了 下半年要发包施工 两年要完工 那接下来就东岸 东岸的这个 我们的停车场的上面的商场呢 现在正在建 大概6月中就完工 所以我在这边也邀请视频中 6月下旬可以到基隆看 对非常的不一样 对非常不一样 所以将来就停车的问题 在那一块那一块会 听起来会有很大的 之前台北或者外地的乘客 来到我们基隆 就停在东岸的那个停车场 那个叫做基隆之尺 就是又脏又黑又臭又乱 可是现在我敢讲一句 应该比台北市 95%以上的停车场都漂亮 柯文哲柯市长 这是林市长 林市长下站铁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林市长下站铁 然后我们东岸 我们东岸呢 军港要迁移 军港四年要把它 这也谈了很久了 对对对 谈了十几二十年 谈了很久了 对 那那个确定 确定 那现在就是四年 要把军港跟海军陆战队的 营区迁到西岸去 那之后那个地方 就在我们基隆的 长龙饭店的旁边 要新建一座 多功能的邮轮转移中心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晓得 但更迫切的 就需要一个交通运输动线的 整个的开创 开阔了 否则的话将来就是 整个塞在那一块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这个兴奋的事情好了 那过去呢 我们内港地区 曾经大家在想说 规划一些 怎么样的一个交通的串联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 用新的科技来想新的solution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想说 西岸跟东岸 未来会展中心 跟旅云智慧大楼 怎么样来串接 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 用这个 这个电动的无人车的系统 那在港区 做这个串接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未来会更便利 你的上任新基隆市市长 也有两年多了 那展望这个任期 大概还不到两年了 你刚刚有提到一句话 我蛮动容的 你说在抢时间 在跑 跑着抢时间 接下来这一年多 还有什么案子 你希望能够在这一任 至少要给基隆市民看到一些 除了刚刚讲的东岸的 那个停车的 整个的那边的 这个市容的转换之外 还有什么是在这一年多任期里面 你要抢时间的 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在今年的 大概四月份 下个月 我们现在火车站的南广场 正在建置 今年的八月份会好 那我们那个 大家在做国光客运 搭乘往新店的这个地方呢 以前也是很脏很乱 现在那个围墙 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围墙要拆掉 那接下来就是 中山路桥的引道 六月份要拆掉 那八月份南广场会完工 那其实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 南广场的停车场就完工了 那可以提供六百多个摩托车停车位 五十六个汽车停车位 所以去解决我们就是最严峻的停车的这个问题 那刚刚成绩转移站两年后要来完工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的会展 还有这个东岸的油轮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货柜厂 后面的货柜厂 东十一号码头 前面的这个货柜厂 我们两年要整个货柜厂 从东岸整个迁到西岸去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内港地区有多大的一个转变 你刚速度提到 提到东岸跟西岸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互换 其实套一句很流行的说法 就是翻转了 对翻转 等于就是说 现在听起来有很多的规划 都要从东岸这边 归整并到西岸去 所以西岸这一块 将来显然是有一个蓝图 对不对 是 然后东岸这边因为牵走了 很多的单位也好 或者很多的这个机构也好 所以东岸也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面貌 是没错 也就是说东西岸两岸 其实都都有变化了 对 有很大的变化 好我们带回来 再继续跟基隆市长 林又昌林市长 继续聊 我们网络上又有人提到 说基隆的地下人仇 房子都很老旧了 都市规划呢 都市规划会不会是一个 将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你来说也是个重要议题 马上回来 请看雨天 每一天都生命 POP Radio 是我养记 在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好 基隆是一个在台湾的历史上 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通俗文化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城市 你想想看当年那个海港 带动的那个 整个的这种文化 包括我们在很多很棒的流行台语歌曲里面的 很多的歌词的场所场景 还有一个雨都的浪漫等等 但是基隆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说了这么多年 说北北基 北北基 或者是北北基陶 现在北双北直辖市了 桃圆市直辖市了 北北基陶 大北北地区的生活圈 就只有基隆 还是一个小小的基隆市 好 其实也没关系 他当然不可能说 因为大家都升格 你也要升格 但是问题是说 至少要把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 要把基隆放进来 我觉得基隆人大概不平衡的 这么多年来 大概是在这一块 是 觉得说 好处 好处都 你们都拿了 那么我们基隆就分不到 好 所以现在那重点是说 有了轻轨捷运了 那接下来这搭配 你的整体的发展来讲 你是希望中央 真的要把北北基陶 放在一个整体的规划里面 真的一个大生活圈吗 我想其实在国土规划 或者是区域发展上 其实这个是一个 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讲一个 一个概念给大家听 其实整个大台北 首都圈的一个发展 必须要一起来思考 我是念都市计划的 其实从 大家一直常常爱谈 所谓的22K 那从都市计划 从我的专业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为什么台湾现在22K 其实很简单 因为大台北首都圈的经济 没有上去 台北不好 全台湾不会好 那可是台北的发展 也碰到瓶颈 所以今天你要思考 整个台北的一个发展 台北大都会的发展 其实为什么 整个捷运的一个建构 是必要的 因为他在一个 950万人的一个都会区里面 他才能把台北市一些 不需要再留待台北市的一些 这些都市的机能 包括土地的一个利用 他往周边的相关的一个 层次去做布局 重新的一个布局 让这个整个的一个 土地的利用的效率 还有都市发展的更有效 产业的配置更合理 那整个的经济 更高能 更高效 更有高value的 这样子的产业 要进到台北市来 你整个经济才拉得上去 你薪水才拉得上去 可是过去我们缺乏 这样子的国土规划的一个布局 所以当然在这个时候 几个城市都升格了 那当然金融就被丢到旁边了 那现在透过城市的一个合作 刚刚讲 我说金融自立自强 我跟大家报告 我刚刚讲的 所有的那些建设的案子 所在的土地 通通都不是我金融市政府的 通通都是铁路局的 港路局的 过去 军方的 对 他过去这些中央的单位 根本理都不理金融市政府 可是我为什么能够去争取到 这样的建设 很简单 就是 国外人吗 我们 错错错 因为蔡英文也才上那几个月 可是我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拿到这些计划 为什么 因为苦工 我们来做 那中央的经费 我用理性 用专业去跟交通部 跟相关的部会首长做沟通 所以他们愿意支持 包括我刚刚讲的成绩转运站 4亿多的经费 全部都是中央来支持 还有刚刚讲的那个 多功能的邮论转运中心等等 这全部通通涉及中央单位 但是 钱他们出 苦工我们来做 所以为什么中央现在对基隆 能够有信心 然后愿意支持 是因为我们能够把工作做出来 把成功做出来 所以刚刚回过头来在讲说 基隆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基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产业 经济 那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建设跟投资 你必须要搭配 过去基隆是这样 有虚 有拓 有港 就是有渔业 有矿业 然后有这个港 可是后来就是没有矿业 也没有渔业 然后这个港务也萧条 所以当然没有新的产业 当然基隆人就必须外出到台北上班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新的产业 把重新带回到基隆里面 你心目中的蓝图 那个产业在基隆的产业会是哪些产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的图像 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 第一个是这个邮轮的产业 现在已经成熟了 大概基隆是国际的台湾的国际邮轮母港 89%的邮轮是在基隆港 那另外就是会展跟旅云之会大楼 我为什么说跟南港的穿接是这么重要 就是以后就是跟台北做分工 展览在南港会议在基隆 那大家如果出口去参加这个会展的 这种这种这种行程的话 五天的行程两天开会三天是在玩了 三天在参访 不要说晚参访 所以基隆这样子有港有山有海的一个城市 其实就是最好的会议产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 连带的餐饮饭店休闲都应该要起来 没错 否则他就很可能在这里下来 我就进台北了 没错 那因为像在台北的餐厅是有好的这个餐厅 不过台北的餐厅都没有view 可是基隆你看全世界最好的饭店 最好的旅馆最好的餐厅 一定是在山之滇海之角有view的地方 而基隆其实就是这样的城市 当然现在基隆的环境跟条件不一定那么好 不过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做这样的规划 特别是利用大家如果到基隆以前的话 叫做中正公园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计划 叫做希望之秋的都会公园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就在那个区块 对就在这个区块 那其实基隆还有很棒的无敌的海景 那观光旅游业 那还包括游艇的一个产业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在北五赌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已经跟新北市朱立伦市长 我们一起在讨论北五赌地区跟汐止地区的共同的发展 也就是我刚刚讲在北五赌 这个我们过去都是仓储嘛 货运货柜这个地方 那现在其实现在正要转型 所以未来那个地方是规划一个国际研发的一个新政 也会包括我过去柯文哲市长来拜访我的时候 我们两个谈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谈这个社会住宅 第二个就是谈成绩快捷公车 第三个其实就是谈捷运 这个基隆街南港 那基本上现在听起来这三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把它促成 那刚刚讲的那个北五赌的这个国际研发新政 未来会是北台湾最重要的研发跟生产的基地 因为那个地方大概我们北台湾 大概唯一剩下的比较大的一个基地 大概就是那边 三百多公顷 而且那么多的过去的老仓厨 如果你适当的规划的话 它甚至都还可能成为文创的某一些基地 是 而且我其实跟大家讲 因为过去为什么捷运那么重要 我就常常讲 你到淡水淡水其实比基隆还远 不管是空间的时间的距离 可是在心理的距离上 台北都会的民众 他会觉得去淡水比较近 去基隆比较远 可是这个事情现在正在翻转 那我也必须讲说 比如说像有一些影剧电影 其实都已经到进到基隆 而且是把片场拍摄的这些 影片的剧场是设在基隆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他没来之前 他觉得基隆好远 那到了基隆之后 他突然觉得基隆好近 是个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想慢慢的把基隆的魅力 跟好处让大家越来越知道 关键真的有时候是一个心理因素了 可是心理因素又取决于一个空间的距离 就是你觉得他远 他就真的很远 是啊 就是我们常讲嘛 这个人是男女之间 两性之间最悲哀的 也就是你站到我那么 站到我的面前 可是我们觉得距离很远 可是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都市跟都市之间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不觉得他远 其实说实在是你开车也好 你搭各种交通工具也好 你每天这样的奔跑 或者是一段时间这样的往返 你反而觉得是浪漫 这个是关键 那重点就是说 要把基隆融入到北北基的整个概念里头 这个是跑不掉的 好 我们在现场的是基隆市市长林友昌 我们带回来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继续跟他聊天 也欢迎大家在网络上面来问问题 问完问题之后 我们这些问题 我会帮各位来做 稍微整理一下 给市长做个参考 比如说刚才暖暖的问题 市长就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了 还有基隆市的室内的交通的问题 他也做了一些回应了 所以欢迎大家 好 中间空档的时候 我再跟林市长在闲聊 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说以后每隔一段时间 有机会就来跟我们聊聊 为什么呢 因为基隆跟台北的关系 真的很密切 太近了 有太多太多的朋友 对于从基隆来台北工作 然后甚至定居 或者说娘家 或者是老家 都还在基隆来来去去的 所以我想基隆没有理由 要跟台北这么疏离 所以我们在未来 如果有大型的活动 或基隆有一些重大政策 我们都欢迎市长 跟我们或者连线 或者来我们现场聊聊天 好 还有一点点时间 最后一段了 我要请教你了 因为基隆说大 当然不大 可是这因为他也不是很大 所以对一个市政首长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如果想做一些事情 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说实在 你如果换成一个新北这么大 一个高雄市这么大 他的确在某些地方 他也会有一些吃力 因为那个比率 都要放大来看 可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会更严苛的来挑战你 就是那这样的话 你说到就要做到 基隆也不大 要改变应该很容易 可是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想法 就你当初要选基隆市市长的时候 你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基隆梦呢 你是基隆长大的小孩 对我基隆长大 其实我是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基隆成绩没落太久 可是其实 在怎么讲呢 就是说基隆这个城市 是很有条件的 我想跟大家也 记得基隆如果有一点时间 沟通一个观念 以前大家常常爱讲 基隆爱下雨 地霞人愁 所以下面人做起都一样 可是我常在讲 这个爱下雨 淋淋 黑黑 臭臭 可是你想想看 雨没有醉 有醉 有错有醉的是 这个城市的环境 你看东京 京都 有下雨来 苏州 杭州 伦敦 巴黎都爱下雨 可是下起雨来怎么样 私情 话意 浪漫 所以你到那个城市 你会觉得 下起雨来 好想谈个恋爱 可是为什么在基隆 就变成是 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因为 城市的景观 就是因为整个的 一个城市环境 可是基隆以前 不是这样子 其实基隆以前是 全台湾第二个 十四都市计划的 一个都市 它其实非常的漂亮 那只不过一些漂亮的建筑物 全部都被拆掉了 那所以我们 我其实上任之后 我一直在做一个努力 就是说希望包括 这个整个市中心区 环港地区 我们把它列为是 我们整理的 第一个 环境的一个区域 所以大家最近 如果到基隆去看呢 你会发现 我们基隆的天际线 变漂亮了 基隆不像台北 台北还有这个捷运 那台北有很多的 共同管沟 我们基隆什么都没有 不过大家最近 可以发现说 我们把那些脏乱 乱七八糟的那些 天际的缆线 全部通通剪掉了 那所以那个城市 就会变干净 那另外就是 要求他们怎么样 那些缆线走地下 对啊 我们能剪就全部剪了 对啊 不能剪 不能剪就稍微把它整理 对 因为你在一个电线杆 或者现在在街道上 在上空中乱七八糟 那其实都是阴漏就剪了 就是没有人去处理 没有人去管 对不对 而且太习惯了 其实你把它改电 改掉以后 你就发现到 看天空很直接了 不用被切成一块一块的 对 所以 以前为什么剪不掉 因为最大的障碍 其实是在市政府自己 这个交通 交旅处的 警察局的 里长 区公所的 县 一大堆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说要剪了 因为说 以前的市长也说要剪 剪了20年都剪不掉 不过那个时候 我就完整了 我说你们如果自己不处理 我就把它剪掉 那那一天 我就真的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 就每个人都跑出来 说那个线是我的 什么断线 可是因为这样子清理 我们每年清理了 一万两千到一万三千 公斤的这些缆线 废弃的缆线 所以各位现在 到金融市市区去看 其实市龙慢慢去看 会有改变 那只不过一般市民 他觉得金融有变漂亮 可是他嘴 他说不出来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平常你只是 看到了那个阻碍你 因为人有时候 很容易阴漏就检 就习惯了 可是有时候美感的 或美学的提升 就是在这种阴漏就检 习惯 要把它改变掉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 接下来 其实除了一些活动之外 大家慢慢的 也许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基本上是在研议 都市景观条例 也就是 因为我自己念都市计划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做都市景观条例 会把一些重要的 这些景观的节点 包括界面 做都市设计的一个控制 包括色彩的控制 包括它的立面的设计的 一个控制 好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 在我们短短的一小时里 把所有东西都讲完 所以我们 而且你已经承诺了 我们到等到六月份 基隆市会有一些新的活动 还有一些新的建设会出来 到时候我们再请他 请市长再来好好在谈 但我最后几分钟 一定要聊一下 就是说 当一个市长 你晓得 想象力很重要 你要有一个想象力 对这个城市 要有一个想象力 那接下来就是执行力 否则你光想 讲了一大堆 就一年两年 大家没看到你在动 大家就会失望了 觉得你说的 说的比做的漂亮 有想象力 然后有执行力 资源呢 资源够吗 一个基隆市的预算 其实比起 周边这几个大直辖市来讲 是少太多太多了 好 经费的问题 那我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以前都在讲说 基隆很穷 当然基隆其实是很穷 比起大台北 那不过 我们现在 我跟大家讲 我一上任之后的 第一个会期 最佳减预算 我就编了两亿还债 还债 还债 还之前的债 还之前市长留下的债 钱从哪里来 很简单 就是 不该做的事情 不要做 把钱省下来 哪些呢 比如说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很多很多 太多了 太多了 讲不完 对 对 那我第二个会期的时候 我省下快一亿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 其实就是集中资源 做对的事情 那不需要做的事情 把它这个砍掉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基隆市 其实我们的 我刚刚讲 很多的这些重大的 刚刚讲过的那些案子 其实都是我们在执行 对 只不过钱是中央的钱 甚至还有很多是没有讲到 你善用中央的钱 来做你们基隆想要的建设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为什么他们愿意配合 是因为我们有长远的一个想法 所以现在包括港务局 港务公司 整个基隆港的十年的发展计划 基本上是依照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想法 在做规划 包括渔业署 对 包括渔业署 然后包括这一个海科馆 朝静公园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结合中央 在基隆的这些单位 OK 机关 然后运用他们的资源 然后这个就可以把市政 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 最后一分钟 如何不让基隆 你的想法变成一个放烟火的市长 放烟火的城市 最近大家很多人批评这个 对 放烟火太容易了 讨好选民太容易了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 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 就是务实 就是务实 不该花钱不要去花 就是务实 然后做该做的这些市政的工作 好 就是要务实 这个市长连续用了几次的务实 很好 我们定期的请他来 大家可以检验 也欢迎所有的基隆朋友 你告诉我们 基隆有没有在变化 基隆有没有在一些新的面貌 慢慢的出来 再次的感谢基隆市市长 林又昌 林市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视频兄 还有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好 这个也希望了 你心想事成 这个基隆的未来的蓝图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来看的话 都会更漂亮 好的 也欢迎大家到基隆 五点到六点的节目 就在林市长的访谈生当中 跟各位说再见了 待会我们回来 我们要跟各位眼界更开阔一点 我们来谈谈人类的故事